北京时间1月2日 NBA常规赛正在进行 其中拉赛尔维斯布鲁克职业生涯篮板数 来到7265个 超越小奥尼尔7261 升至历史第99位 利拉德常规赛三分命中数追平皮尔斯 升至联盟历史第9 就在刚刚 恭喜勒布朗扎姆斯 洛杉矶湖人管理层再获喜讯 全新无小首发正式诞生 一换一交易拉减龙多赚了 新元约翰逊才是头号赢家之一 据明记最新报道 凭借勒布朗扎姆斯超级出色的发挥 拉赛尔维斯布鲁克稳重的表现 安东尼宝鼠宝田的操作 击败利拉德南斯率领的波特兰开拓者 拿到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主教练沃格尔在接受采访 带来一个喜讯 是这么说 勒布朗扎姆斯出任首发中锋 让他变得更轻松 目前还在试验这套阵容 在戴维斯复出之前 首发阵容还不固定 本场的首发 只是浓眉不在时而做出的安排 从这位铭记透露的消息 能够看得出洛杉矶湖人正在变得更好 首先第一个是 主教练沃格尔在后面的比赛 依旧会安排勒布朗扎姆斯 继续出任首发中锋的位置 因为他在5号位的效果 真的是不可挡 其次第二个是 安东尼带维斯复出回归之前 现在这套全新五小阵容 就是以扎姆斯 威少 布拉德利 蒙克 斯坦利 约翰逊 要防守 要三分 要组织 三个因素都达到 值得一提的是 胡人总经理佩林卡 与骑士管理层达成的第一笔交易 绝对是稳赚不赔 通过送走总冠军后卫拉减龙多 球队能够腾出一个位置来进行后面的操作 比如留下需要的约翰逊 或者继续交易 补强轮换阵容 其次 作为女老板珍妮巴斯 她可以节省700万美元的奢侈税 这是非常利好的事情 总经理佩林卡 获得170万交易特例 为她引员做好基础 如今随着洛杉矶湖人击败波特兰开拓者 拿下比赛的胜利 他们也迎来一个喜讯 在这里要提前恭喜勒布朗·扎姆斯 主要是主教练乌格尔 已经公布全新五小阵容 就是以威少 布拉德利 约翰逊为主 扎姆斯还是5号为中锋 因为他真的太好用 而一换一交易送走龙多 直接产生三大赢家 珍妮巴斯节省奢侈税 佩林卡获得交易特例 约翰逊有望留队